香港的綠色金融市場主要就是為內地服務的 570億美元的綠色金融的融資量是香港組織的 70%左右的這些香港的綠色的融資都是服務於內地 在債券領域當中可能有將近80%服務於內地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綠色信貸市場 傳量規模達到3萬億美元 亦都是全球排名第二的綠色債券市場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在國家發展綠色金融 淺行現代化強國路上扮演什麼角色呢? 綠色金融專家馬俊在線上出席 香港齊心基金會舉辦的齊心論壇 K10週年慶典指出香港有三大功能 通過香港市場利用這個目錄 為境內做了不少的融資 尤其是境內的幾個大的銀行 都通過香港發行了國際的綠債 用共同目錄經營貼標 未來這個領域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第二個是境內的綠色科技的能力 我想怎麼跟香港的綠色融資的能力 互相來結合 來發起一些綠色的科技基金 和綠色的科技的孵化器 以及綠色科技的加速器 在這方面香港有資金的優勢 有對外開放的優勢 內地有研發能力的優勢 還有巨大的運用場景 如果這些優勢互相結合起來的話 應該說香港能夠為內地的綠色科技 和碳中和技術的發展 也能夠做出更大的貢獻 香港應該在碳市場方面 發揮更大的作用 可以探索跟廣東 一起來搞叫大灣區的統一碳市場 那麼第二個選項是在香港 建立一個通道 讓境外的投資者 能夠進入到境內的碳市場 那麼這個通道叫做 COVID Connect碳市通 這個碳市通可以仿造 我們現在的股市通和債市通 從而為中國的碳市場 對外開放 能夠建立一座橋樑 跟國際接軌的橋樑 最後就是香港要建立自己的資源碳市場 這個工作已經起步了 前一段 港教授已經建立了一個 叫Full Climate這麼一個平台 未來我想在進一步完善標準 建立碳市場生態提議方面 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馬俊認為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 IPO上市等領域一直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隨著國家和一帶一路國家深化合作 香港可以利用獨特的優勢 發展國際綠色金融中心 服務國家的需要 所以如果香港的綠色金融市場 能夠繼續做大的話 一定會為內地的綠色發展和雙碳 能夠做出更大的貢獻 未來在香港的這麼一個綠色金融市場上 還要服務一帶一路的綠色投融資 一帶一路國家我想在十年以後 他們加起來的對綠色投融資的需求的總量 可能會超過內地 所以香港不但我想在未來的五到十年 可以主要為境內服務 那麼此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 也可以成為為全球 尤其是一帶一路國家 提供綠色融資的一個非常主要的 這麼一個金融中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